最近是畢業季嘛 但是呢居然有人在這個畢業典禮上直接動手打人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發生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江灣校區法學院的畢業典禮上面 有一名學生他居然當眾是打了台上的老師一個耳光 接著就立刻離開了 影片當中顯示在事發當時學位授予的儀式正在舉行當中 而有一名男生他按著順序走到台上 卻在老師撥碎的時候突然出拳 向授予學位證的老師打過去 將這名老師的眼鏡跟導師帽都給打落了 隨後他就立刻跳下儀式台逃離現場 而眾人在經過簡單的整理之後 則是繼續學位的授予儀式 而網路就流傳顯示 這名疑似打人的下信學生 說他自己本來是想要揍院長一頓 結果卻打錯人了 把另外一位老師給打了 網路還常說他寫了一份長文 怒斥 復旦大學是混蛋大學 說復旦大學的學習風氣 惡劣糜爛 體制敗壞 官場風氣 惡臭不堪等問題 他還表示自己就讀復旦並非自願 純粹是父母的期望 因此自己沒有完成學業的理由 對此江灣校區保安辦公室工作人員 則是回應說 警方已經將這一名打人的學生 帶走去做筆錄了 而被打的老師則是到了醫院 工作人員表示事情的發生原因 目前還在進一步調查當中 接著收回焦點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在嘉義縣的太保市 有一名27歲的警員 他在18號的時候 原本是開車要去上班的 沒有想到在太保的一個加油站附近 他居然就與一名突然切到 這個內側車道要左轉的 74歲女騎士相撞了 女騎士最終是送醫宣告不治 至於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帶釐清當中 而現在事發當時的重疾畫面 也曝光了 嘉義縣太保市 一名27歲警員 18日開車要去上班時 在太保裡福茂加油站附近 與一名切到內側車道要左轉的 74歲女騎士相撞 影片中可以看到 女騎士從外側車道 軌切到內線車道 後要左轉 執行車輛閃避不及 一面裝上 女騎士噴飛眾帥在引擎蓋上 機車也遭拖行十幾公尺 消防人員到現場後 發現女騎士已無生命跡象 給予急救處置後 送往長庚慾驗 經搶救後 仍宣告不治 相信造勢原因 仍帶調查釐清 同樣是鬼切釀貨的 還有發生在台北市中正區的 一名女騎士 她為了貪快 沒有依照規定兩段式左轉 而是直接切入到內車道來 企圖左轉 而後方的車輛車駕駛 當時是閃避不及 將女騎士撞飛倒落在一台小黃前面 差一點兩度遭到碾過 整個過程全部都被監視器給拍了下來 T字路口車水馬龍 一台摩托車突然切進內車道 被黑色寶石街追撞 女騎士噴飛到對向車道 信號撞到分隔島就停了下來 否則可能被計程車碾過去 這驚悚的畫面日前發生在台北市重慶南路 警方調查 26歲的王姓女騎士當時要趕往公司 沒有依照規定兩段式左轉 以致遭到內車執行的保時捷追撞 人車在地上翻滾了好幾圈 安全帽也被甩飛 可見衝擊力道有多大 所信送醫號都沒有大礙 警方指出他們都沒有酒駕 照事原因和責任有待調查釐清 台北市警方日前破獲了地下非法賭場 而負責人小六蔡廷毅 以及七位年輕的女和官 一共八人是涉賭博罪遭到逮捕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在19日訓後 於令八人交保後傳 而這名負責人他在受訪的時候就說 自己是台灣的第一排手 所舉辦的賽事絕對是合法的 規則都是符合過去曾經判過合法的規則 台北市警方昨日破獲一處地下非法賭場 負責人小六蔡廷毅 喊冤表示賽事絕對合法 並幫網紅滴妹的男友IC查理成金 那查理是有合過嗎 查理也只是一個來我們節目上個 上個節目的人他自己也有寫一個公開的 生命导嘛 對吧他其實也跟我們的 這邊也沒有存在他的觀念 昨日凌晨警方池搜索票前往 荒福南路一間酒吧 兼營德州撲克賭場查器 當場查獲負責人小六和美女 合官等八名工作人員 並查扣現場證物 昨日下午檢察官復訊後 預令小六十萬元交保 其他六名女合官以及一名男工作人員 各三萬元交保 那滴妹有參與你的行業 他其實跟這個東西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觀點 對 因為其實那邊就是 主要就是 他就是只是一個查理的朋友 莫名小偉不知道什麼 他會被寫在裡面 對 外傳滴妹男友IC查理也有出資 經營這家賭場 小六幫查理喊冤之外 也幫滴妹澄清 並強調賭場一切合法 懷疑是遭人惡意監舉抹黑 不過是否違法仍在檢方調查理清 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歌手吳文芳他單身了七年 但是他在昨天晚上 就在他的IG裡面 公佈了一個跟男生手牽手的影片 隨後他就透過經濟公司 向我們AT Today星光雲證實 說他現在成功脫單了 吳文芳的影片是男友視角 他牽著一隻男性大手四處遊玩 並且他還發文表示說 我找到那個人了 其實那個人一直都在 台北廠的時候說過 我超級不會說謊 只是這個環境不許我講 而他也隨後透過經濟公司表示 男朋友是認識很久的圈外人 彼此有共同的朋友 希望外界可以給他們空間 而吳文芳日前 談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型 認為有安全感的相處模式 是最自在的 希望對方是懂得陪伴傾聽 但是也獨立而且願意 同樣是甜甜的新聞 來看到的是 將登上巴黎奧運舞台的 台灣跆拳好手 國民女友羅嘉玲 她日前是積極的備戰奧運當中 而她在去年已經宣布死會的她 日前也在IG上面 跟男友放閃想下了眾人 在東京奧運摘下銅牌的羅嘉玲 今年將繼續在巴黎奧運 跆拳道57公斤級出征 她去年低調宣布 與身高190公分的羽球男神 邱向傑在一起 引發大量網友直呼心碎 由於羅嘉玲目前備戰巴黎奧運 正在進行嚴格的飲食控制 日前她PO出影片 流連於各個美食名店的門口 卻被邱向傑霸氣帶走 兩人甜蜜的模樣 讓網友們直呼 實在太閃了 2024的巴黎奧運 即將進入倒數37天 所以不只是羅嘉玲 正在備戰台灣黃金男雙 林陽配黃麒麟還有李陽 兩個人也是緊鑼密鼓 正在訓練開戰 期待在這次的奧運舞台上 可以再創夾擊 中華語球代表隊 預計是在7月20號的時候 要出發備戰7月27號 開始的羽球賽程 不過呢 李陽即將退休在即 他也透露說 自己在巴黎奧運結束之後呢 預計在9月的台北羽球公開賽之後 就會正式高掛球鞋 時候到了 該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當然還是多少也捨不得 當然也捨不得我們 大寶貝對不對 怎麼傳Q啊 當然也捨不得啦 會啊 畢竟打了這麼久 你可以不要沒有一點情緒嗎 沒有啊 就是 就是每次都給他脫油瓶 現在就是他終於擺脫我了 希望祝福他之後的路可以順暢 順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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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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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冷戰型的嗎 沒有就是我會聽他講講完以後 會覺得很想講什麼 可是我好像講不出個什麼來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面對的就是羽球嘛 我們其實在爭吵又不是說 啊你情緒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樣 而是我們對羽球這件事情 我們的執著點在羽球這件事情 我覺得當然還是希望說 可以把自己最好的表現 今年不管怎麼樣 就是希望可以發揮在奧運上